川普政府宣布 全美国各大学如果决定下学期 也就是秋季班只开设网络课程的话 将不得发给国际学生签证 已经持有学生签证 正在美国就读的外国学生也必须要离境 此外即使就读的学校同时有开现场的课程与网络的课程 但只选修网络课程的国际学生仍然不能够留在美国 理由很简单 因为既然只上网课就不需要进入美国 在本国上就可以了 大学的学生人数多 课堂与课外活动都很频繁 不像中小学相对单纯容易管理 大学的防疫风险相对比较高 因此下学期能否重返校园是很多学校面临的难题 而川普政府这一道命令则让情况变得更复杂 因为这不但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授教权 以及大学校方实际营运的困难 同时也跟川普自己的防疫主张自相矛盾 从教育本身来看 大学教育不只是课堂听课 更重视师生的交流讨论 研究与实力调查采访实习等等 不同的对象与程度的互动和体验 就算是指选修网课的学生 仍然可能并且其实有必要在学习当中 去做一些实地的考察或访问实习等等 以获得足够的教学体验 而这些都不是网络能取代的 另外国际学生出国留学 除了在学校读书以外 对于所在国家的语言文化与生活等全方位体验 也是非常重要的目的 而这些都必须要住在当地才能做到 学生签证就是达成这些目的的最基本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就算忽略这些实地生活学习的重要性 回国上网课也没有当局想得那么轻松 我认识一个留学加拿大多伦多的大学女生 就是因为加拿大已经宣布下个学期的大学课程 都采取网课 因此她在跟家长讨论之后 决定暂时搬回台湾的家里 这个女孩因为有选修暑期课程 因此虽然住在台北家里 但是她现在还是按照多伦多的时间 也就是跟台湾刚好日夜颠倒的 美国东岸的时间作息 每天是晝福夜出 上网课去听课考试等等 至今已经半个月 几乎没办法过正常生活 而长久下来身体健康势必也会受影响 但因为加拿大没有规定国际学生上网课就得离境 所以这位同学如果不适应的话 还可以选择回去 然而美国的国际学生就没有这样的选择权了 对于大学校方而言 网络课程以往本来就是辅助课程 现在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变成了主流 但也是出于无奈 因为网课除了难以发挥全方位教学效果以外 学校也要耗费额外的资源 替那些原本没有开网络课程的教师安排好配套措施 此外少了住校生 学校本身的宿舍餐厅商店等等 乃至于周边大学城的商家经济的收益也会大幅的减少 特别是一些名校假如只开网课 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还不能发学生签证的话 这些名校的招生乃至于财务更会大受影响 川普总统一再强调重启经济的重要性 当局告诉民众 新冠肺炎将会像流感一样成为季节性的传染病 人们应该要逐渐的恢复正常活动 并且与病毒共存 但是当局这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命令 似乎又与重启开放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让人是摸不着头脑 而如果与川普在紧缩移民政策方面的立场相对照的话 又很难不让人觉得这项在开放路线下采取的封闭措施 除了是要敦促或者说是逼迫大学重开校园 所采取的杀手剑之外 或许也是在选举考量之下 为了讨好反移民排外的那些极端保守派的选民 而做出的政治表态 堪称是一把双面刃 只不过这项针对大学校园的举措 看来并不是为了帮助大学教育的本身